花蓮玉里国小欢度百岁生日 原本早在去年就办理校庆运动会 不过当时天气又湿又冷 户外运动竞赛没有完成 改到1月18号举行 刚好学生都考完期末考了 在寒假前举办校庆运动会 同学们是卯足全力往前冲 模样相当可爱 接到棒子之后努力往前冲 就是希望可以跑第一名 这是玉里国小办理的校庆运动会 全校287位的学生正在进行大队接力 今年级的60中高年级的100 200公尺的一个竞赛 还有全校的一个大队接力比赛 校长表示原本早在去年办理的校庆运动会 不过当时天气又湿又冷 户外的运动竞赛就没有完成 所以改至1月18号来举行 有预定在上礼拜或上上礼拜要举办 但是因为都是下着雨 所以我们延到今天来做一个比赛 因为今天的温度也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也就是请我们全校小朋友 在比赛前一定要把这个暖身的一个活动 暖身运动把它做好 这样在比赛的时候才不会容易有一些意外 或者是受伤产生这样 刚好学生都已经考完期末考了 寒假前办理校庆运动会 学生们卖足全力望前冲 模样相当可爱 玉璃国小287位学生也完成了大队接力 相当热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